板车行驶在路上 突然车头跟板台脱离 车头自己往前 板台原地不动 但是后方还有小巴士 啥事不急一头撞上去 怎么回事 民载监视器不止一家 排下了经过 撞上板台的小巴士 车上14名师生 10号上午要到台中参加活动 经过彰化室发生了车祸 车道上车头板台小巴士 排成一排 车上人员到路边骑楼 老师带着学生读圣经 安抚情绪 板车驾驶是陈姓男子 因为路面不平弹跳 板台突然脱落 脱离了车头不动了 小巴士撞上来 车损人没有受伤 路面不平整 使后方拖板车 因弹跳脱离全国 硬车车头 技师表示板台跟车头 要是插销 没有完全插好定位 只有假性连接 容易因为跳动脱落 空板车比较轻 可能忽略了 要是载了货物 车辆一启动 就会发现 再次yttara